分享一个来自2500年前的一个 关于如何说服一个人的手段 他来自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2500多年过去了 我们非但没有掌握住这个技巧 反而被社会当中极少数 掌握这些规律的人玩得团团转 多数人最常用的说服办法就是以礼服人 我们总觉得把道理讲轻了吧 对方在逻辑上博倒了就能够去说服对方 所以我们习惯在企图说服一个人之前 拼命的去组织语言搜集证据 调动情绪 但通常的结果是 你的精心准备换来的是完全相反的结果 那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当中 一共提出了三种说服模式 第一种他称之为道德说服 也就是说话者会借助自身或者他人的 背景名声成就等等作为背书 这个方法最简单但也最好用 他借助了人的天性 对权威的服从和对强者的仰慕 社会上流传的一些名人名言一些成功者的演讲 明明是一些华而不实的论证或者是一些幸存者的吃言乱语 却被无数人当成了人生信条 手段再低了一点的就是那些晒豪车晒豪宅晒明表的 low却异常的好用 第二种他称之为情感说服 也就是主动去创造情感的共鸣 理性在情绪面前就像奴隶一样不堪 只要触发了对方的情感 说服一个人就如同探囊取物一样简单 但我们往往在说服别人的时候恰恰相反 我们习惯去激怒对方去打压对方 反抗情绪一旦出现 再去说服就如同登天一样难 第三种就是通过逻辑与事实 然非常遗憾的是 理性论证是这三种方法当中最难奏效的方式 一是我们整个环境本就缺乏理性的氛围 在这人性就是如此 被驳倒被说服本就是一种让人反感的事情 那上面的方法之所以特别奏效 那是因为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被说服了 实际上是被说服者自己说服了自己 那讲这些不是为了让大家去学会说服他人的手段 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一些洗脑式的宣传的时候 面对一些华而不时的大道理与鸡汤的时候 当你发现你被这些所说服的时候 希望我们能够尝试从那些以情服人的表达当中 剥离出以礼服人的部分 重新去审视其礼是否足以让人信服